七位五十多岁的退休骑友 骑着负重一百多斤的自行车 结伴从四川穿越西站 准备前往尼泊尔 他们一路扎营做饭 心态乐观又阳光 这是我们咖啡车入站后的 第一批最特别的客人 也是出发以来遇到最特殊的朋友 哇 在这边看到了一群可爱的人 我们其实已经第二次放到他的轴 采访一下他们 哇 我给他们做几杯咖啡 你们太厉害了 没有没有 你们是从哪里过来的呀 成都 那你们是哪里人呢 在两边 带过和美女给我们喝咖啡了 你们加油啊 每个自行车最轻的是多少呀 差不多有一百多斤嘛 他们最轻的可能有五六十斤 就是你们做饭的 然后睡觉的全部都通通带着的 对对对 那你们平时有住店吗 没有 我们有正盘 就是出来有多少天了呀 有半个多月了吧 就是到现在为止你们都没有住过店 没有 一次店都没住过呀 哇塞好厉害 那你们洗漱怎么办呢 洗漱都有啊 就是洗澡没办法 这么多天都没洗过澡 没洗过澡 你怎么洗呀 快20天了呀 对呀 但是有没感觉有什么 啊 这边天气稍微比较冷还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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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就是头发本来出发前都由我这样头发这么长 啊 是啊 但是你们现在可以给我看一下吗 哈哈哈哈 哇哈哈哈哈 好酷啊 五五位姐姐然后 两位大哥 能能问一下你们平均年龄吗 就是我是来的 就是都退休了是吧 哇 你们每个人退休了 带的都好多呀 就是 你们都不会有高反吗 有啊 有的有 有的有的没有 有高反的那怎么办 休息一下就休息一下 休息一下 不严重吧 不严重 来来来来 啊 谢谢谢谢 没有没有没有 小罗这边呢是给 大哥大姐他们 一人做一杯咖啡 主要是太佩服了 来 啊 休息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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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我们的咖啡拿起来 哈哈哈哈 哈哈 那你们接下来就是这边还往哪里 就一直到拉萨 对 到拉萨过后还走吗 到拉萨准备去尼泊尔 骑自行车去尼泊尔 我们过去会比较快 我们会付钱 好 新加偶遇 对 一样不要钱 不行不行不行 那你们预计时间是多久呢 我们预计的时间是半年 半年时间 看能不能半年能不能完成 或者提前或者会晚一点 没关系我们都听见人 我们是贤人 时间上不敢 对 我们虽然不是善人 但是我们是贤人 哈哈哈哈 这到现在为止有想过放弃吗 有没有 没有 没有没有 都没有啊 对 哇 厉害厉害 厉害 半年时间 到拉萨过后 到尼泊尔 然后到新加 到新加 然后从哪边回呢 还要到巴基斯坦 还要到巴基斯坦 那半年时间应该不够啊 我们其他的什么没有 就是时间 以前就是有走过长途吗 走过陕西那边 中南山 那边不过 像 对 对 就之前骑过最长的时间是多久啊 三个月 就是你们在家里面是有一个骑行群 对 然后经常组织这样的活动 对 好幸福啊 天哪 哈哈哈哈 那是有原因的 以前他们都是爱吃药的 还是另一个还是别的 哦 现在我们都吃糖 你看 就这一次出来 出来他们有 有那个吃药的哈 但是这次出来的时候他就问了 但是这么多天过去了 二十天 就没有问题 就没吃药 也没吃药 就也没问题 以前在家里边他天天得吃啊 过了这么多二十多天都没问题了 骑行也能治愈 对 对对 哈哈哈 挺好的 太厉害了 太佩服你们了 去这么多地方 骑当车 这还是需要些毅力的 这我们都爱好 这爱好是一回事 没有毅力的话是完不成的 是 加油加油 祝你们一路平安 那些些巧克力 哈哈哈哈 没有没有 姐姐您走呢还送了我一个 这是 这些宝塔 这是车卦 这是我们美丽善良的小美女 吉祥平安 感谢感谢 非常感谢 啊 期待我们星剑见 星剑如果遇到了 一定还要请你们喝咖啡 太可爱的一群大哥大姐 谢谢